在这边发现了一个超大的水母 看到吗 这种的话也是海泽来的 我们就吃它这样的 这上面这层表题 在这里搁浅了 没办法把它弄回去 应该也是坏掉的了 这里还有一个螃蟹 逃了 嗨大家好 我是小元的 出来赶海了 走 去找货了 这个就不管它了 我们来这边的水坑找一下 因为现在都是大退潮来的了 今天的潮水是特别低的 我手抓着一个螃蟹 看一下这个螃蟹 好特别 有看到吗 它这边都是刚刚长出来的 脚来的 这几个都是 只剩下一个长长的了 一个 经过事故的东西来的 不管了 哇这里 什么情况 一窝的螺 三倍 第五 收着 这里也有 哇这边 这里也有一个 还有的吗 摸一下 坐到底 哇这里 什么情况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哈哈哈 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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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沙白 把我的桶都飘了 这里 又是一窝 哇 这里 很激烈 这棵是蜡螺来的 上面好多藤窟啊 不要 我直接撸起袖子直接剪就好了 我再来就把自己的袋放在一起 我再来点一个小块 再来点一个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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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又有了 哇 我脚还差一个 这边好多壳 不过这里又有 是不是 三个 还有 哇颜色很漂亮 橘红色的 这里 这里 哇又有 哇这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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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打開 哇 这边 这边也有 哇 直接剪 这里 这里 哇 哇 这里 黑好多 哇 这边 这里到这里都是 我手都装不了 哇 这里 又发生了一个小的水母 被搁浅在这里的 很漂亮 刚刚那个应该是她的妈妈来的 不管她 来看一下今天的生活 抓了一堆的扇贝 准备收拾一下回家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每视频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下期见了 拜拜